女孩缓缓将手伸向姐姐大腿 趁着姐姐不注意 她狠狠地凝了下去 虽然姐姐很疼 但她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因为姐姐得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精神疾病 身体感觉不到疼痛 看着姐姐没有反应 妹妹的心里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她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因为姐姐抢走了爸妈的宠爱 这天翠花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大壮 就这样 她不光自己掐 带着大壮也掐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真是一个好妹妹 这天翠花把碎玻璃放进了姐姐的鞋子 担心被发现 还无情地往里面倒了呢 姐姐穿上鞋子后 瞬间感觉脚底一阵发麻 等到脱掉鞋子后 姐姐的脚已经被扎得血肉模糊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让人不知道的是 翠花的新朋友大壮 不仅和她兴趣相投 而且她还拥有超能力 捕手就能利用意味操控物体 因此两人很快便成为了好朋友 然而有一天 大壮直接抓起小猫咪 就带着翠花来到了楼梯上 二话不说 就把可爱的小猫咪丢到了楼下 看到这一幕 女孩感觉到了大壮的可怕 好在小猫咪最后 只是断了一条腿 其他并无大碍 本以为大壮会就此停手 可她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冲下楼赶紧寻找小猫咪 找到小猫咪时 大壮的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就当翠花疑惑不解之时 大壮直接就走向小猫咪 一个佛山无影角 就踩烂了她的头 这清脆的声音 瞬间让翠花感觉到了害怕 于是翠花决定与她划清界限 但大壮哪里舍得翠花这个好朋友 男孩刚闭上眼睛 地面就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可让她不知道的是 她眼前的小女孩也不是一般人 只见她轻轻一用力 身后八百斤的大树 瞬间被拦腰斩断 小男孩意识到 她比自己的超能力强 被吓得赶紧逃离了这里 为了锻炼出更强大的超能力 回到家后 大壮一个眼神 就将五米开外的热锅移动了位置 母亲瞬间被吓了一大跳 赶紧上前查看 结果直接被烫了一下 好在小男孩非常有孝心 用热毛巾给母亲处理了烫伤 但到了晚上 大壮又感觉无聊了 于是她连门都没用出 就利用意念控制邻居 走到外面的天桥 从身后偷袭了一个无辜男孩 这件事后 大壮的性格变得冷血起来 于是她对曾经欺负自己的男同学 发起了攻击 只见她在十米开外利用一个眼神 就将男同学的腿搞断了 就在这时 在家中写作业的菜花 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她拥有强大的独心术 可以在千里之外 读懂别人心灵 于是她直接找到大壮 让她停手 可她刚找到大壮 大壮直接就利用意念控制 让她倒在了地上 眼看着菜花即将一命呜呼 翠花赶紧扑倒大壮 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就当大壮准备收拾翠花时 翠花的姐姐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大壮见她是个狠人 被吓得赶紧撒鸭子 就跑回了家 可小男孩的抱负并没停止 只见她趁夜深人静之时 直接控制了菜花母亲 拿起十米大刀 就朝菜花扎了过去 天桥上 女孩绕到小男孩的身后 一下子过去 男孩并没有死 而是摔到了一旁的花坛中 翠花见状 被吓得撒鸭子就跑 躲进了一片寂静的小树林里 还故意捡起了一片玻璃防身 可尽管是这样 大壮远在千里 就对翠花发起了幻境控制 此时的翠花 被吓得瑟瑟发抖 一动不敢动 就当她思考 怎么离开这里时 几个人影走了过来 翠花被吓得连连后退 没多久 她被逼到了一个寂静的马路上 好在翠花用力 把手里的玻璃捏碎 才从死神手里逃了出来 本以为危险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但很快翠花就发现 大壮了狠狠地来到了她家楼下 很显然 小男孩并没有停手的意思 只见姐姐来到楼下玩耍时 大壮直接利用意念控制 让姐姐摔倒在了地上 翠花意识到了 楼下的姐姐有危险想要下楼 可腿上的石膏 却让她走不了路 翠花忍无可忍 直接释放洪荒之力 没想到 竟然把腿上的石膏震碎 直到在这个时候 她才知道自己也拥有超能力 等到翠花来到这里后 姐姐正在和大壮较量 翠花赶紧抓住姐姐的手 没想到 姐妹二人的超能力 竟然融为了一体 随着脚下的沙子 开始慢慢松软 大壮瞬间就隐恨去了西北 不得不说 这死的也太憋屈了 这件事后 翠花也意识到了 之前自己的不对 向母亲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和姐姐过上了 幸福美满的生活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